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比例的美少女公仔 今天稍微换个口味啦 来跟大家分享啦 算是这种比较大众化的PVC系列 最主要啦 其实也是因为在主题的部分呢 是跟电玩比较有相关联系的 说到这边啦 再加上前面的片头 相信有部分的观众是已经知道了 没有错啦 今天的话 我还想要来跟大家介绍的 也就是我们老任任天堂所推出的 AMIBO系列 像是这样子的吊卡包装 大家应该都不算陌生 偶尔去管电玩店 去管模型店呢 再加上都有机会可以看到 款式上面选择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到目前为止啊 官方的推出款式呢 是有超过100种 数量上面是真的很多 最主要由老任所推出 除了是一般的公仔之外 其实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 每一只角色都会有埋藏一个专属的晶片 扫描进特定的游戏 也就可以领取到专属的虚保 以这种结合虚拟 以及实体的方式来推出啦 其实也算是这个系列的一大看点 除了大家熟悉的switch之外 其实最早啦 从3DS的时代呢 就有机会可以入手到这些amiibo 有机会一直推出到现在 除了款式很吸引人之外 再来也就是价格的部分 也算很亲民的 如果啦 直接从专柜啊 直接从一些电玩店购买的话 像是这样子 一般的盒装大概也都落在590到650块之间 那在一些网路商店啦 如果有以预购的方式来购买 有机会是可以以400多块 或者是500出头块呢 就买到 价钱上面便宜 再加上又是正版所推出的 再加上呢 尺寸上面也算是很迷你的 特别喜欢某个系列 想要收藏一整套啦 其实也就不会太占空间 魔玩当时看到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也就特定入手了某几只 今天就用了点时间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魔玩这边有入手的amiibo公仔 首先第一只啦 相信有玩萨尔达的朋友啦 也不用魔玩多说 这一只的话是出自于 萨尔达传说空野知识 林克正在骑马的这个样式 林克的版本啊 其实推出也算蛮多的 当时看到啦 唯一一个有骑马的姿态 魔玩觉得还算很帅气的 所以就直接入手 这一只的话 魔玩当时就已经有拆封的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这种小比例的公仔来说 官方的涂装是真的很用心 可以看到马的这边呢 细节的表现涂装都是很精致的 包含绳索的部分 都是没有出现任何一期的情况 地方的地方 小小涂层也是有完整印制上去 包含到后面盾牌的这个位置呢 印制的也算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这一只魔玩觉得最可惜的地方啦 其实是在脸部的表现 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啦 林克的脸部呢 是没有做任何的涂装 也因为省成本的关系啦 既然头罩这边可以盖住面部呢 所以也就以一些颗线的方式来呈现 脸部的细节涂装也就没有因此而表达出来 这个地方是魔玩觉得稍微可惜一些的 可以知道地台的部分设计啦 其实也有特别使用专属的图腾 而且也都是以这种金黄亮面的方式来呈现 底部的地方啦 也因为每个amiibo呢 都会有一个专属的序号啦 所以魔玩这边也是稍微遮挡起来 奇马林克也是魔玩第一只入手的amiibo 当时是以网购的方式购买啦 那实际收到货之后呢 也是有经验到 觉得涂装是真的很漂亮 从此之后啦 也就开启了魔玩的amiibo之路 可是啦 从第一只入手到第二只呢 魔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只 其实也是隔了快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啦 最主要呢 也是因为这一只 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入手 同样是萨尔达旷野之旗的角色 第二只魔玩入手的 也就是我们的守护者 这一只的话也是魔玩目前为止收购最大的一只amiibo 当时看到这一只推出魔玩是很心动的 可是也因为他首批的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少 没有预购基本上都没有现货 那现货的价格也都炒到1600 1700块 魔玩也是下不了手 有机会就再等到第二批的债版 虽然右上角是贴了1290块 可是魔玩当时入手的价格大概是落在800到900块之间 现在也因为日币的汇率比较低一些啦 也是有机会可以以700到800块左右来入手这一只 只能上面是很有分量啦 再加上造型也是很特殊的 这边的话魔玩也就先不多说 直接开封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上的细节 而这设计算是蛮精致的 这个地台稍微裁切之后呢 你就可以当作是一个简易的场景 最喜欢我们的守护者 这次在图中的细节表现呢 也是做得很精致 最大的看点啦 还是在于手掌的部分呢 这边都是以软管铁丝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呢 也就可以按照玩家的喜好呢 来去摆放不同的姿势 这也是魔玩觉得这次很大的一个看点 搭配刚刚的林克呢 也是可以做出一个小小的战斗场景 这也是魔玩觉得这个系列最吸引人的地方啦 收了一只之后 就会想要再收第二只 想要再收第三只 动作上面的呈现啦 其实都是很生动的 前两只都是萨尔达传说 那接下来的第三只呢 没有错啦 一样是我们萨尔达传说 不过是最新的 王国之类版本的林克 这只也可以算是前段时间 才刚推出的新品啦 除了有林克之外 当然新版本的萨尔达 也是有一并推出 不过魔玩士还没有入手萨尔达啦 比较想要先收林克 新版本呢 也因为跟主线的故事 有一定的关联啦 所以在外形上面的设计呢 跟旧的版本也就会不太一样 这边也就直接拆封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实际上的细节 最近推出的林克 也是魔玩第一只 收到有脸部涂装的林克 其实以这么小的公仔来说 他的脸部细节是真的很传神 基本的涂装之外 在脸部的表情也是做得很生动 最后在一些细节的表现啦 衣服的涂装啊 手臂的细节涂装 一直到后面 大件的涂装呢 这边也有把这种金属 亮面的质感给呈现出来 各有的细节啦 保存都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有玩萨达达的朋友 这只林克啦 魔玩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 在分享下一只之前啦 魔玩还是要讲一下 Amigo系列最大的缺点呢 其实不是在于公仔本体 而是在于这一个我们包装的外盒 外盒的设计是以一次性拆封 其实让很多玩家呢 也是很犹豫 到底要不要拆开 当然资金以及空间充足的玩家呢 可能会一次入手两只 可是啦 我们以一般的情况来说 收藏单只 其实也就会很犹豫 到底要不要来进行开封 再来第二个原因 就算你想要以全新布拆的方式来进行收纳 光是这种一般小型的盒子呢 其实又有分成比较厚的 以及比较薄的 目前大家看到的萨达达 是属于比较薄的包装 那比较厚的话呢 没有错 下一次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萨姆斯 可以看到 光是外盒这边呢 是又更加突出 所以对于这种 没有统一的盒装收纳来说 是真的很困扰 魔玩这边也是犹豫了好久啦 最后呢 才决定要以全部拆封的方式来进行收纳 购买之前 可能还是要稍微犹豫一下啦 这是魔玩觉得这个系列呢 最困扰的一个地方 继续啦 来跟大家开箱我们的第四只 这一只其实算是得来不易啦 那在角色的部分 如果你的年龄跟魔玩差不多的话 在小时候 应该是有玩过一款游戏 叫做银河战士 主要也是以2D横向卷轴的 射击游戏方式推出 那在里面的主角呢 是一个全身装甲 很像是最后一战士官长的这种感觉 魔玩也是一直到后面才知道呢 脱下盔甲之后 原来是这一位女性角色 官方的原始设定啦 其实它的高度也是来到了191公分 是非常非常的高 主要电玩是银河战士 可是这次的话 则是推出在这个大乱斗的版本 加上的萨姆斯啦 一样是有推出另外一个全装备的版本 当然大家比较想要的 还是这个零装备的版本 魔玩前面所说的得来不易 也是因为在前一年 官方宣布再版之前 这一只数量是非常非常的稀少 魔玩前一年找到的成交价格 都是落在一千八到两千块之间 后来网络上面的开架 已经拆封的版本 也要在两千五百块 魔玩是真的下不了手 结果呢 在同一时间 官方竟然是直接宣布再版啦 魔玩也就直接下定 那到最近啦 有想要入手这一只的朋友呢 都还是有机会 可以以原价的方式买到 魔玩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实在 这边的话 魔玩也就不再多说啦 一样拆封啦 来给大家看一下详细的细节 涂装的细节表现 一样是很不错的 该有的这种高光质感呢 这次都是有完美呈现出来 那在顶部上面的设计涂装呢 一样是有把神韵的部分 给表现出来 魔玩觉得很细致的地方是 它连嘴边的质呢 也都是有完整呈现的 小小一只 但是该有的细节涂装表现 都是很有诚意的 银河战士的周边 算是推出了比较少一些 再加上这次又是以 零装备的版本推出 有喜欢银河战士 喜欢萨姆斯的朋友啦 这一只魔玩个人也是 非常非常的推荐 接下来魔玩入手的 一样子弹是我们 Switch当中的大作 斯普拉顿 也就是以前的七弹大作战 这两只的话 是魔玩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 在疫情之前啦 魔玩最后一次去日本 同时之间啦 遇到了这两只的发售 也就直接入手 单价的话是在 1130块 也就在台币 2到300块钱左右 这也是让魔玩 还蛮纳闷的一个原因 斯普拉顿系列在台湾的定价 不算便宜耶 单一只都要在 5到600多块钱左右 如果你真的有 特别想收这个系列的话 魔玩个人还是会建议大家 上日拍稍微寻找一下 应该是可以找到更便宜的价格 这两只魔玩也是 一只舍不得拆封啦 今天的话呢 也就直接拆开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详细的细节 斯普拉顿的角色 本身就很有特色 实体化之后呢 色彩一样是有保留这种鲜艳的质感 再加上角色部分呢 实体的还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系列最可怕的是 他推出的角色也是很丰富的 收了一只 收了两只之后 也就会想要再收第三只 第四只 分享了这么多 接下来的最后一套啦 应该算是蛮难猜的 其实就是我们 异域神剑2里面的光根页 虽然主要电玩 一样是在异域神剑2 可是这边也是以大乱斗的主题登场 这一套也是在前一年 官方宣布再版之后 魔玩才有机会可以入手 再版之前的价格 一样是突破天际 魔玩记得两只是喊到台币3000块 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角色 一样也出现在我们等比例的公仔 魔玩记得在2020年 是由好微笑所推出的等比公仔 也因为做工还不错 所以价格也就持续飙升 再版之前的定价呢 甚至是涨了一倍左右 后来宣布再版 撇除掉这个涂装的问题啦 但至少是有机会可以原价 甚至是比原价更便宜的方式再次入手 同样的问题 回到我们的amiibo 前一年再次宣布再版 就可以以原价的方式再次入手 这边的话 魔玩也就直接拆封啦 来给大家看一下详细的细节 这两支也因为细节比较多一点点 拆放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 基本的涂装表现都算是蛮不错的 该有的分测细节也都有还原出来 脸部上面的表现 虽然没有办法像PVC来得这么还原啦 但整体的呈现效果 魔玩觉得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武器的涂装到动作的呈现 都是以比较生动的方式来表达 CP值来说 魔玩觉得还会比好微笑的PVC来得更高一点点 当然啦主要还是在于价格以及空间方面的考量 毕竟好微笑推出的版本也是空间杀手 有价格有空间 当然就是直上好微笑的PVC啦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呢 选择这两只来进行入手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今天也算是很下心啦 把所有收到的amiibo给一次拆封 虽然数量不算多 但魔玩相信未来是会在慢慢增长的 amiibo系列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坑 那魔玩这边啦 未来有在收到一些特别的 又或者是很喜欢的amiibo 一样也就会再拍出所有影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话也就先到这边咯 我是魔玩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